105年精英奖最佳运动精神奖入围的有 王健民 愚昧好手王健民一直为国人关注焦点 尽管自2013年后因多次受伤遭遇低谷 仍不放弃重返大联盟登板的目标 持续努力 复健 调整 终于在今年初重回MLB殿堂 他的毅力与不屈服的运动精神 值得人们借近 学习 李志凯 因为在刚好出去比赛之前有受了伤 其实那时候心里是蛮受挫的 对 但是我想去尝试看看 我不想放弃 对 然后就是最后还是能够上场去奋斗 去拼我的奥运梦这样子 其实是很开心的 家人一直在背后支持我 这条路上很多人在鼓励我 不管是教练或是身旁的朋友 大家的鼓励都是我持续在这条体操路上 奋斗的原因 林智慧 我觉得建立对我来讲是我的生命 我都跟人家说我已经嫁给建立了 他就像是我的老公一样 那我觉得我从建立这个运动上面 我获得了很多成就感然后跟荣耀 最特别想要感谢我的队友林亚璇 一路上陪伴着我 然后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破一次帕运纪录 以后不管我退休了或者是我当教练了 就是我们每一次的比赛看板上面会秀出说 前才被林智慧的纪录 郭幸传 要比亚运的时候 那时候才开始有一些心情上的起伏 跟一些就是会练习练要崩溃这样的情形出来 对 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然后自己的选择要坚持下去的话 那就要坚持下去